金庸武侠小说 以天图龙记 第七回 谁送兵阁来仙乡 播讲 东阳 张翠山左手迎勾挥出 勾住了冰山 借势跃回 心想 云素素势必又落入谢逊掌中 不料冷冷的月光之下 但见谢逊双手摁住眼睛 发出痛苦之声 阴素素却躺在冰上 张翠山急忙纵上扶起 阴素素低声道 我 我打中了他的眼睛 一句话没说完 谢逊唬吼一声 扑了过来 张翠山抱住阴素素打了几个滚 迅疾避开 淡定的喷喷喷喷几声响亮 谢逊挥舞狼牙棒 猛力打击冰山 他随即抛下狼牙棒 双手捧起一大块百余斤重的冰块 侧头听了听声音 向张音二人致来 阴素素带要乐器夺展 张翠山一摁他背心 两人都藏身在冰山的凹处 大气儿也不敢吐一声 但见谢逊 掷出冰块后 一动也不动 先是在找寻二人长身之所 张翠山见他双目中各流出一缕鲜血 直到殷素素在危急之中终于射出了银针 而谢逊在神智昏迷下进而没有提防 双目中真成的盲人 但他听觉自认十分灵敏 只要稍有声息给他扑了过来 后果难以设想 幸好海上极有浪涛 海风又响 再夹着冰块相互撞击的叮叮当当之声 将两人的呼吸都淹没了 否则绝计逃不脱他的毒手 谢逊听了半嗓 在风涛冰状的巨声中始终查不到两人所在 但觉双目巨痛 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狂怒之中又加上惊惧 目的大叫一声 在冰山上一阵乱拍乱击 抓起冰块四下乱志 只听得喷喷之声 响不绝耳 张翠山和阴素素相互搂着 都已吓得面无人色 无助大拼块在头顶呼呼飞过 只需碰到一块儿便及丧命 谢逊这一传乱跳乱志 月窝有小半个时辰 张翠山二人却如是挨了几年一般 谢逊抛兵无效 突然助手停滞 说道 张相公 殷姑娘 师财物一手糊涂 狂信发作 一致多有冒败 二位不要见怪 这几句话说得千壳有理 回复了平时的神态 他说过之后坐在冰上 静待二人搭话 张翠山和阴素素当此情景 哪敢贸然接口 谢逊说了几遍 听二人始终不答 站起身来 叹了口气 说道 两位既不肯见谅 那也无法 说着深深吸了口气 张翠山猛得惊觉 当日他在王盘山岛上纵深长笑 震倒众人 发笑之前也是这么深深的吸一口气 他双眼虽盲 笑声催泥却绝无分别 这时危机煞时即灵 让私下一筋塞住耳朵 已经迟了 当下不及细想 抱住阴素素便溜入了海中 阴素素尚未明白 谢逊笑声已发 张翠山抱着他急沉而下 寒冷彻骨的海水进过头顶 也咽住了双耳 张翠山左手板住钩在冰山上的银钩 右手搂住阴素素 除了他一只左手之外 两人身子全部沉入水底 但仍是隐隐感到谢逊笑声的威力 冰山不停地向北移动 带着他二人在水里潜行 张翠山暗自庆幸 倘若视材失去的不是铁笔而是银钩 就算逃得过他的笑声 也必已在大海之中淹死了 过了两久 二人深嘴探出海面 唤一口气 双耳劝扔静在水中 只唤了六七口气 谢逊的笑声方直 他这番长笑 消耗内力甚至 一时也敢疲惫 顾不得来查看阴张二人的死活 坐在冰块上 暗自调云内袭 张翠山打个手势 两人悄悄爬上了冰山 从海豹皮上扯下绒毛 紧紧塞在耳中 总算暂且逃过了劫难 可是跟他共处冰山 只要发出半点声息 历时便有大祸临头 两人愁颜相对 眼望西天 血红的夕阳仍未落入海面 两人不知地近北极 天势大变 这些地方半年中白日不尽 另外半年却是长夜漫漫 但觉种种怪异 宛若到了世界的尽头 银速速全身湿透 齐寒攻心 忍不住打战 牙关相机轻轻地嘚嘚几声 谢逊已难听到 他纵声大吼 提起狼牙棒直击下来 张一二人早有防备 急忙月开闪避 但听着砰的一声 一棒打上冰山 击下七八块击大冰块飞入海中 这一击少说也有六七百斤力道 二人相顾骇然 但见谢逊五栋狼牙棒 闪起荧光千道直逼过来 他这狼牙棒 棒身本有一丈多长 这一舞动 威力急于四五丈远近 二人纵越再快 也绝技逃避不掉 只有不住地向我倒退 退的几下 已到了冰山边缘 银速速尖叫 哎呦 张翠珊拉着他的手臂 双足使劲 跃向海中 他人身在半空 只听得喷喷猛响 冰蟹剑击到背上 隐隐生痛 张翠珊跳时 已看准一块桌面大的冰块 左手银勾挥出 搭了上去 谢逊听到二人落海的声音 用狼牙棒敲下冰块 不住致来 但他双目已盲 张翠二人在海中又继续飘动 第一块落空 伺候再也投掷不中了 冰山不在海面上的 只是泉山的极小部分 水底下尚引有巨大冰体 但张翠二人附身旗上的冰块 却是谢逊从冰山上所积下 还不到大冰山牵缝中的一份 因此在水流中漂浮慎素 和谢逊所处的冰山越离越远 到了天将黑时 回头遥望 谢逊的身子已成了一个小黑点儿 那大冰山却雾字闪闪发光 二人攀着这一块冰块 只是信得不沉而已 但身子静在海水中如何能知识长久 幸好一路向北 不久便又有一座小小冰山出现 两人带着临近攀了上去 张翠三道 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 偏意叫咱们吃这许多苦 你身子怎样 尹素素道:「可惜没来得及带些海豹肉来 你没受伤吧?」 两人自管自得您言我语 却不知对方说些什么 一争之下 忙从耳中取出海豹绒毛 原来两人顾得逃命 浑望的耳中三有误事 两人得脱大难 心中柔情更是激增 张翠三道 素素 咱俩儿便是死在这冰山之上 也就永不分离的了 音素素道 五哥 我有句话问你 你可不许骗我 他们咱们是在陆地上 没经过这一切危难 倘若我也是这般一心一意想嫁给你 你也仍然要我吗 张翠三呆了呆 身头骚骚头皮 说 我想 咱们不会好得这么快 而且 而且 一定会有许多阻碍波折 咱们的门牌不同 音素素叹了苟气 说道 我也这样想 因此那日 你第一次和谢迅比拼掌励 我几乎想发射银针柱你 却始终没出手 张翠三疾道 是啊 那为什么 我总当你在黑暗中瞧不清楚 生怕误伤了我 音素素低声道 不是的 假如那时我伤了他 再二人逃回陆地 你便不愿跟我在一起了 张翠三胸口一热 叫道 素素 音素素道 或许 你心中会怪我 但那时 我只盼跟你在一起 去一个没人的荒岛 长相聚会 谢迅逼咱二人同行 那正合我的心意 张翠三想不到 他对自己相爱尽如释之身 心中感激 柔声道 我绝不怪你 反而多谢你 对我这么好 音素素 唯一在他怀中 仰起了脸 望着他的眼睛 说道 老天爷 纵我道者 寒冰地狱中来 我是一点也不愿 只是欢喜 我只盼这冰山不要回南 嗯 倘若有朝一日 咱们终于能回去中原 你师父定会赠怨我 我爹爹说不定要杀你 张翠三道 你爹爹? 音素素道 我爹爹白眉英王殷天镇 便是天英教创教的教主 张翠三道 啊 原来如此 不要紧 我说过跟你在一起 你爹爹在兄 也不能杀了他的亲女婿啊 音素素双眼发光 脸上起了一层红韵 道 你这话可是真心 张翠三道 我俩此刻便结为夫妻 当下两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下 张翠三朗声道 皇天在上 弟子张翠三 今日和音素素结为夫妇 祸福于共 始终不复 音素素 前心倒住 老天爷保佑 愿我二人生生世世 勇为夫妇 他顿了一顿 又倒 日后 若得重回中原 小女子喜心折面 痛改前非 随我夫君行善 绝不敢再杀一人 若为此事天人共弃 张翠三大喜 没想到他就会发此誓言 当即身必抱住了他 两人 虽被海水浸得全身结湿 但心中暖呼呼的如沐春风 过了两久 两人才想起一日没有饮食 张翠三提迎勾手在冰山边远 见有鱿鱼游上水面一勾而上 这一带的海鱼 为抗寒冷 特别的肉厚多脂 虽生食甚轻 但吃了大增力气 两人在这冰山之上 明知回归五旺 倒也无忧无虑 其实白日极长 而黑夜极短 大凡情长 已无法计算日子 也不知太阳在海面上已深沉几回 一日 银素素忽见到正北方一缕黑烟冲天而起 邓时吓得脸都白了 叫道 五哥 伸手指着黑烟 张翠三又惊又喜 叫道 难道这地方竟有人烟 这黑烟虽然望见 其实相距甚远 冰山整整飘了一日 仍未飘尽 但黑烟越来越高 到后来竟隐隐见烟中夹有火光 银素素问道 那是什么 张翠三摇头不达 银素素颤身道 咋俩的日子到头了 这 这是地狱门 张翠三心中也早已大为吃惊 安慰他道 说不定 那边住的有人正在放过烧山 银素素道 烧上的火头哪有这么高 张翠三叹了口气道 既然到了这古怪地方 一切只有听从老天爷安排 老天爷既不让咱俩冻死 却要咱俩在大火中烧死 那也只得由他喜欢了 说也奇怪 两人处身齐上的冰山 果是对准了 那个大火柱缓缓缓飘去 当时 张翠二人不明其中之理 直到冥冥中自有安排 是祸是福 一切使命该如此 却不知 那火柱乃北极附近的一座火火山 火焰喷射 烧得山旁海水暖了 热水难流 自然吸引南边的冰水过去补充 因此带着那冰山渐渐一进 这冰山又飘了一日一夜 终于到了火山脚下 但见那火柱周围一片清绿 竟是一个极大的岛屿 岛屿西部都是尖石凌寻的山峰 奇形怪样 目可名障 张翠三走遍了大半个中原 从未见过 他人从未见过火山 自不知这些山峰均是火山的龙江千万年来堆积而成 岛东却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平野 乃火山灰逐年倾入海中而成 该处虽然递近北极 但因火山万年不灭 岛上气候更和长白山 黑龙江一带相似 高山处悬兵白雪 平野上却极目青绿 苍松翠百高大一长 更有珠般奇花异数皆为中途所无 音速速望着半上 突然跃起 双手抱住了张翠三的脖子叫道 五哥 咱让到了仙山啊 张翠三心中也是喜乐充盈 迷迷糊糊的说不出话了 但见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在低头吃草 极目四望 除了那火山有些害人之外 周围一片平静 绝无可步之处 但冰山飘到岛旁 被暖水一冲 又向外漂浮 音速速急叫 糟糕 糟糕 仙人岛又去不了了 张翠三眼见情势不妙 倘若不上此岛 这冰山再向别处漂流 不知何时方休 琴棋中勾掌骑尸 啪啪啪一阵响 打下一大块冰来 两人张手抱住 扑通一声跳入了海中 手脚滑动 终于爬上了陆地 那去梅花鹿见有人来 争着圆圆的眼珠相望 显得十分好奇 却疏无惊怕之意 音速速慢慢走近 伸手在一头梅花鹿的背上抚摸了几下 说道 要是再有几只仙鹤 我说这便是南极仙进了 突然间足下一晃 倒在地上 张翠三惊叫 速速 抢过去玉浮时 脚下也是一个亮抢 站立不稳 只听得隆隆声响 地面摇动 却是火山又在喷火 两人在大海中漂浮了数十日 波浪起伏 昼夜不休 这时到了陆地 脚下反而虚浮 突然地面一动 尽致同时摔倒 两人一惊之下 见别无意状 这才嘻嘻哈哈地站了起来 当日疲累已急 两人便在这平原之上 大睡着四个多时辰 醒来时 太阳仍未下山 张翠三道 咱们四下里瞧瞧 且看有无人居 有无独虫猛兽 音速速道 你只需瞧这区梅花路 如此逊善 这仙人岛上定是太平的景 张翠三笑道 但愿如此 可是咱们也得去拜夜一下仙人哪 音速速当身在冰山之时 仍是尽量保持龙岩修饰 衣衫整齐 这时到了岛上 更细心地整理一下仪衫 又替张翠三理了理头发 这才出发寻忧坦胜 他首题长线 张翠三施了铁笔 折了一根坚硬的树枝代替 两人展开轻身功夫 自南至北地 快跑了十来里路 此时竟有大片土地可供奔驰 时事说不出的快活 沿途所见 除了低丘高树之外 尽是青草齐花 草丛之中 偶尔惊起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大鸟小兽 看来也皆无害于人 两人转过一大片树林 只见西北角上一座石山 山脚下露出一个石洞 音速速叫道 这地方妙得紧啊 抢先奔了过去 张翠三道 小心 一言未闭 只听得喝的一声眼前白影闪动 洞中冲出一头大白熊来 那熊毛肠声聚 竟和大股牛想死 音速速猛吃一斤急忙跃后 白熊人立起来 提起巨掌 便往音速速头顶拍落 音速速弯过长剑 往白熊尖头削去 可是他在海上漂流久了 身子虚弱 出手无力 这一剑虽稍重的熊肩 却只轻伤疲漏 带着第二招回剑掠去 白熊纵身扑上啪的一响 一将长剑打落在地 张翠三急叫 速速退开 跃上去 用树干横扫 正打在白熊左前足的膝盖之处 但听得嘎拉一响 树干折尾两劫 白熊的左足却也折断了 白熊受此重伤 直腾得大声吼叫 深阵山谷猛向张翠三扑将过来 张翠三双足一点 使出踢云纵轻弓 纵气仗鱼 是一招争字绝中的一下直钩 将银钩在半空中挤挥下来 振动白熊的太阳穴 这一招尽力甚大 银钩勾入数寸 那白熊惊天动地般大吼一声 拖着张翠三银钩脱手 在地下翻了几个转身 扬天而毙 殷素素拍手笑道 好轻功 好功法 一眼扑鼻 猛听着张翠三叫道 快跳过来 殷素素听他呼声中颇有惊慌之意 不夹寻棍 向前一窜 直扑到他怀里 回过头来 不禁啊的一声惊叫 原来他身后又站着一头大白熊 装牙舞爪 争獰可不 张翠三手中没了冰刃 忙拉了阴素素跃上一株大松树 那白熊在树下团团转动 不时仰头吼叫 张翠三折下一根树枝 对准白熊的右眼 甩了下去 扑的一声轻响 树枝入眼 那熊疼得大叫 便于扑上树来 张翠三从殷素素手中接过长剑 对准熊头 运进甩将下去 扑的一声 长剑没入了大半 那熊慢慢软倒 死在树下 张翠三道 不知洞中还有熊没有 捡几块石头 投进洞内 过了一会儿 不见动静 于是当先进洞 殷素素紧跟在后 但这山洞极是宽敞 有八九丈纵深 中间透露一线天光 晚似天窗一般 洞中有不少白熊残鱼食物 鱼肉鱼骨甚是腥臭 殷素素眼鼻道 此间好确实好 便是太臭 张翠三道 只需日日打扫洗刷 过得十天半月 便不臭了 殷素素想起从此 要和他在这岛上长相厮守 岁月无尽 一切老死 心中又是欢喜 又是凄凉 张翠三出洞来 折下树枝 扎成一把大哨帚 将洞中会晤清扫出去 殷素素也帮着收拾 带着打扫干净 晦气仍是不除 殷素素道 附近若有溪水冲击一般便好了 海水虽多 可惜没盛水的体统 张翠三道 我有法子 到山鹰寒冷之处搬了几块大冰 放在洞中的高岩上 殷素素拍掌叫道 好主意 冰块慢慢融化成水 流出洞去 便似以水冲击一般 只是十分缓慢而已 张翠三在洞中清洗 殷素素用长剑薄切两头白熊 割成条块 当地虽有火山 但就在极北仍是十分寒冷 熊肉旁放一冰块 看来累月不符 殷素素叹道 人心苦不足 既得龙 又望熟 咱们若有火种 烧好一只熊掌吃吃 那可有多美 又道 只怕洞中的冰块老是不容 冲不去腥臭 张翠三望着火山口烹出来的火焰 道 火是有的 就可惜火太大了 慢慢想个法 总能取它过来 傍晚 两人饱餐一顿熊脑 便在树上安睡 睡梦中仍如身处大海中的冰山之上 随着波浪起伏颠颇 其实却是风冻树枝 次日 殷素素还没睁开眼来 便说 好香 好香啊 翻身下树 但觉阵阵清香 从树下一大丛不知名的花朵上传出 殷素素喜悼 凤前有这许多香花 那可真妙极了 张翠三道 素素 你且慢高兴 有一件事跟你说 殷素素见他脸色郑重 不禁以争 道 什么 张翠三道 我想出了取火的法子 殷素素笑道 啊 你这坏蛋 我还倒是什么不好的事呢 什么法子 快说快说 张翠三道 火山口 火炎太大 无法走近 只怕走到数十丈外 人已烤焦了 咱们用树皮搓一条长绳 晒干了 然后 殷素素素素拍手道 好法子 好法子 然后绳上附一块石子 向火山口抛去 火焰烧着绳子便引了下来 两人生事已久 急欲得我 当下说作便作 一整整两天时光 搓了一条百余丈长的绳子 又晒了一天 第四天便向火山口进发 那火山口望去不远 走起来却有四十余里 两人越走越热 先脱去海豹皮的皮球 到后来只穿单衫也有些顶受不住 又行离许 两人口干舌兆 变身大汗 但见身旁已无一株花草树木 只鱼光秃秃黄焦焦的岩石 张翠山肩上附有长绳 偏眼见殷素素几根头发的发脚 因瘦热而全曲起来 心下怜惜 说道 你在这儿等我 带我独自上去吧 殷素素称道 你再说这些话 我可从此不理你了 最多咱们一辈子没火肿 一辈子吃生肉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张翠山微微一笑 又走离许 两人都以气喘如牛 张翠山虽然内功精湛 也已给争得金星乱冒 头脑中嗡嗡作声 说道 好 咱们便在这儿将绳子置了上去 若是结果上火肿 那就 那就 殷素素笑道 那就是老天爷 叫咱俩做一对鲁毛引穴的野人夫妻 说到这里 身子一晃 险些晕倒 忙抓住张翠山的肩头 这才站稳 张翠山从地下捡起一块石子 附在长绳一端 提气向前奔出树杖 喝一声 去 使力质了出去 但见石去如石 将那绳子拉着笔直 远远地落了下去 可是石余帐外 虽比张阴二人立足处又热了些 仍是去火山口极远 未必便能点燃绳端 两人等了两久 只热得眼中如要爆出火来 那长绳就是连青烟也没冒出半点 张翠山叹了口气 说道 古人钻木取火 及时取火都是有的 咱们回去慢慢再试吧 这个制绳取火的法子可不管用 音速速道 这法子虽然不行 但绳子已烤得干透 咱们找几块火石 用剑来打火试试 张翠山道 也说的是 拉回长绳 解松绳头 劈成细丝 火山附近遍地碎石 拾起一块碎石 瓶剑击打 邓时爆出几星火花 飞上了绳丝 事到十来次时 终于点着了火 两人喜得相拥大叫 那烤焦的长绳便是现成的火炬 两人各持一根火炬 喜气洋洋地回到熊洞 银速速堆积柴草升起火来 既有火种 一切全好办了 熔冰盛水 烤肉为至 两人自传破以来 从未吃过一顿热食 这时第一口咬到纸香四溢的熊肉时 真是险些连自己的舌头也吞下肚去 荡满熊洞之中 花香流动 火光映蔽 两人结成夫妻以来 至此方时有洞房春暖之乐 次日清晨 张翠山走出洞来 抬头远眺 正自心旷神怡 墓地里 渐远处海边岩石之上 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影 这人却不是谢迅是谁 张翠山这一经当真是非同小可 十指王和阴素素经历一番大难之后 在岛上变此安居 哪知又闯来了这个魔头 煞事之间 他便如变成了石匠 呆立不敢烧动 但却谢迅脚步蹒跚 摇摇晃晃地向内陆走来 显示他眼瞎之后 无法捕鱼猎豹 直饿到如今 他走出树杖 脚下一个踉跄 向前摔倒 直挺挺地扶在底下 张翠山反身入洞 殷素素娇声道 五哥 你 但见他脸色郑重 画到口边又忍住了 张翠山道 那姓谢的也来了 殷素素吓了一跳 低声道 他瞧见你了吗 随即响起谢迅眼睛已瞎 惊慌之意稍减 说道 咱们两个亮眼之人 难道对付不了一个瞎子 张翠山点了点头 道 他饿得晕得过去了 殷素素道 瞧瞧去 从衣袖上撕下四根布条 在张翠山耳中塞了两条 自己耳中塞了两条 右手提着长线 左手扣着几枚银针 一同走出洞穴 两人走到离谢迅七八丈处 张翠山朗声道 谢前辈 可要吃些食物 谢迅陡然间听到人声 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但随即变出是张翠山的声音 脸上就照了一层阴影 隔了两久 才点了点头 张翠山回头拿了一大块 昨晚吃剩下来的熟熊肉 远渊志趣 说道 请接着 谢迅撑起身子 听风变雾 伸手抓住 慢慢地咬了一口 张翠山见他生龙火虎般的一条大汉 竟给饥饿 折磨得如此衰弱 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情 音素素心中却是另一个念头 五哥也推煞烂好人 让他饿死了 起步手脚干净 这番救活了他 日后只怕麻烦无穷 说不定我两人的性命还得送在他的手下 但想自己历过重事 决意跟着张翠山做好人 心中虽起不必救人之年 却不说出口来 谢迅吃了半块熊肉 浮在地下呼呼睡去 张翠山在他身旁升起了一个火堆 谢迅直睡了一个多时辰 这才转醒 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张阴二人守在他身旁 见他坐起开口 便各取出塞在右耳中的布条 以便听他说些什么 但两人的右手都离耳畔 不过数寸 只要一件情势不对 立即伸手塞耳 左耳中的布条却不敢取出 张翠山道 这是极北之处一个无人荒岛 切迅嗡了一声 煞时之间 心中兴起了数不尽的念头 带了半赏 说道 如此说来 咱们是回不去了 张翠山道 那得瞧老天爷的意志了 谢迅破口骂道 什么老天爷 狗天 贼天 强盗老天 摸索着坐在一块石上 又摇起熊肉来 问道 你们要拿我怎样 张翠山望着殷素素等他说话 殷素素却打个手势 意思是说 一切听凭你的主意 张翠山微衣沉吟 朗声道 谢前辈 我夫妻俩 谢迅点头道 哼 成了夫妻了 殷素素脸上一红 却颇有得意之色 说道 那也可说 是你做的媒人 许得多谢你搓成 谢迅哼了一声 道 你夫妻俩怎么样 张翠山道 我们射杀了你的眼睛 自是万分过意不去 不过事已如此 千言万语的致歉也是无用 即使天意要让咱们共处孤岛 说不定这一辈子再也难回中途 我二人便好好的奉良你一辈子 谢迅点了点头 叹道 那也只得如此 张翠山道 我夫妻俩情深义重 同身共死 前辈倘若狂病再发 害得我夫妻任谁一个 另一个绝然不能独活 谢迅道 你要跟我说 你两人倘若死了 我瞎了眼睛 在这荒岛上也就活不成了 张翠山道 正是 谢迅道 既然如此 你们左耳之中 何必再塞些布片 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而笑 将左耳中的布条也都取了出来 心下却均骇然 此人眼睛虽瞎 耳音及灵 几乎到了能以耳带目的地步 再加上聪明机智 料事如神 倘若不是在此逝世吸取古怪的极北岛上 他未必须靠我二人供养 张翠山请谢迅为这孤岛取个名字 谢迅道 这岛上既有万载悬兵 又有忠古不灭的火窟 便称之为冰火岛吧 自此 三人便在冰火岛上住了下来 倒也相安无事 离雄洞半米之处 另有一个较小的山洞 张翰二人将之布置成为一件居室 供谢迅居住 张翰夫妇捕鱼打猎之鱼 捎桃做碗 堆土围兆 诸般日用物品 次第粗具 谢迅也从不和两人啰嗦 只是捧着那把屠龙宝刀低头名思 张翰二人有时见他可怜 劝他不必在苦思刀中秘密 谢迅道 我岂不知便是寻到了刀中秘密 在这荒岛之上又有何用 只是无所事事 这日子却又如何打发 两人听到说得有礼 也就不再相劝 呼呼数月 有一日 夫妇俩携手向岛北漫游 原来这岛方圆极广 延伸至北 不知尽头 走出二十余里 只见一片浓密的丛林 老树参天 阴纷纷地遮天蔽日 张翠三有意尽灵一叹 阴素素胆怯起来 说道 别要临终游什么古怪 咱们回去吧 张翠三微觉奇怪 心讲 素素向来好事 怎得近来却懒洋洋的 什么事也提不起兴致来 想到此处 心中已惊 问道 你身子好吗 可有什么不舒服 阴素素突然间满脸通红 低声道 没什么 张翠三见他神情奇特 连连追问 阴素素似笑非笑地道 老天爷 见咱们太过寂寞 再派一个人来 要让大伙儿热闹热闹 张翠三一争之下 大喜过望 叫道 你有孩子了 阴素素忙道 小声些 别让人家听见了 说了这句话 忍不住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荒陵寂寂 哪里还有第三个人在 天后善变 这时日渐短而夜渐长 到后来 每日只有两个多时辰是白天 气候也转得极其寒冷 阴素素有了身孕后 肾感疲懒 但一切烹饪 缝补等物 仍是勉励而行 这一晚 他十夜怀胎将满 雄洞中升起了火 夫妻俩 唯一一在一起闲谈 阴素素道 你说咱们生个男孩儿呢 还是女孩儿 张翠三道 女孩儿像你 男孩儿像我 男女都很好 阴素素道 不 我喜欢是个男孩子 你先给他取定个名字吧 张翠三道 嗯 隔了两久 却不言语 阴素素道 这几天你有什么心事 我瞧你心不在焉的 张翠三道 没什么 像是要做爸爸了 欢喜得糊里糊涂了 他这几句话本是玩笑之言 但眉间眼角 隐隐带有忧色 阴素素柔声道 五哥 你瞒着我 只有更憎我的忧心 你瞧出什么事不对了 张翠三叹了口气 道 但愿是我瞎疑心 我瞧谢前辈这几天的神色有些不正 阴素素啊的一声 道 我也早见到了 他脸色越来越凶狠 似乎又要发狂 张翠三点了点头 道 像是他琢磨不出屠龙刀中的秘密 因此心中烦恼 阴素素泪眼盈盈 说道 本来咱俩拼着 跟他同归于尽 那也没什么 但是 但是 张翠三搂着他肩膀 安慰道 你说得不错 咱们有了孩子 不能再跟他拼命 他好好地便罢 要是行凶作恶 咱们只得将他杀了 让他瞎着双眼 终究奈何咱们不得 阴素素自从怀了孩子 不知怎的 突然变得人善起来 从前做闺女时 一口气杀几十个人也毫不在意 这时便是杀一头野兽也绝不忍 有一次张翠三补了一头母鹿 一头小鹿直跟到熊洞中来 阴素素定要他将母鹿放了 宁可大家吃些野果 挨过两天 这时 听到张翠三说要杀的谢迅 不禁身子一颤 他威仪在张翠三怀里 这么微微一颤 张翠三瞪时便觉察了 向着他神色温柔的一笑 说道 但愿他不发狂 可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阴素素道 不错 倘若他真的发起狂来 却怎生智他 咱们给他时不时做些手脚 看能找到什么毒物 不不 他一定不会发狂的 说不定 只是咱俩瞎疑心 张翠三道 我有个计较 咱俩从明儿起 移到内洞去住 却在外洞掘个深坑 上面蒲蚁皮毛软泥 阴素素道 这法子好 确实好 不过你每日要出外打猎 倘若他在外面行凶 张翠三道 我一人容易逃走 只要见情势不对 便往微牙峭壁上窜去 他瞎了双眼 如何追得上我 第二日一早 张翠三便在外洞中挖掘深坑 只是没铁铲锄头 只得捡些形状合适的树枝 当作木耙 时事事倍功半 好在他内力雄厚 辛苦了七天 已挖了三丈来深 眼见谢迅的神气越来越不对 时事拿着屠龙刀狂挥狂舞 张翠三加紧挖掘 预计挖到五丈身时 便在坑底周围插上靴尖的木棍 这深坑敌窄口广 他不禁来 倾恼阴素素变霸 只要踏进雄洞 非摔落下去不可 更在坑边堆了不少大石 只待他落下坑中 便投石砸打 这日午后 谢迅在雄洞外树杖处来回徘徊 张翠三不敢动弓 甚怕他听见声响 气得疑心 但也不敢出外打猎 只是手在洞旁 瞧着他的动静 但听着谢迅不出口的咒骂 从老天骂起 只骂到西方佛祖 东海观音 天上玉黄 地下园罗 再次三皇五帝骂起 姚顺 鱼汤 秦皇 唐宗 文则孔孟 武则观月 不论哪一个大圣贤大英雄 全给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谢迅胸中颇有财学 这一番咒骂 张翠三倒也听得甚有趣味 突然之间 谢迅骂起武林人物来 自华陀创设武情之细细 少林派达摩老祖 岳武牧 神拳散手 全给他骂得一文不值 可是他倒也非一味谩骂 与每家每派的缺点所在 却也确有真知灼见 贬斥之际 往往一针见血 只盯他自唐而诵 逐步骂到了唐宿末年的东邪西渡南地北盖中神通 骂到了郭靖阳过 蒙弟弟骂到了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 他辱骂旁人那也罢了 这是大骂张三丰 张翠三如何不怒 正要反唇相击 谢迅突然大吼 张三丰不是东西 他的弟子张翠三更加不是东西 让我捏死他的老婆再说 纵身一跃 掠过张翠三身旁 奔进雄洞 张翠三急忙跟进 只听着咔的一声 谢迅已跌入坑中 可是坑底未装尖刺 他谁摔下 并没受伤 只是出其不意大吃了一惊 张翠三顺手抓起挖土的树枝 见谢迅从坑中窜江上来 兜头一下猛击下去 谢迅听着崩升 左手扳转 已抓住了树枝 用力向里一夺 张翠三把捏不定 树枝脱手 这一夺尽力好大 他虎口阵裂 掌心也可树皮擦得满是鲜血 谢迅跟着这一夺之事 又堕入了坑底 这时 殷素素即将临盆 已腹痛的半日 他先前见谢迅逗留洞口不去 不敢和丈夫说之此事 只怕给谢迅听到了 他少了一层顾忌 便会及早发难 这时 见情势危急 顾不得腹痛如脚 抓起枕边长剑 向张翠三挚去 张翠三抓住剑柄 按响 此人武功高我态度 他再窜上来时 我初见批刺 仍是非给他夺去不可 情急之下 突然想起 他双目已盲 所以能夺过兵刃 权杖我兵刃披风之声 才知我的招式去向 他刚讲了此节 谢迅哈哈一笑 又纵悦而上 张翠三看准他窜上来的来路 已剑尖对住他脑门 紧握不动 谢迅这一纵悦 势道极猛 正是以自己脑袋碰到剑尖上去 长剑既然闻刺不动 绝无声息 他武功再好 如何能够知晓 只听着他们一声响 谢迅一声大吼 长剑已刺入额头 伸入寸许 总算他应变其速 剑尖一碰到顶门 立即将头向后一仰 同时即使千斤坠的功夫 落入坑底 只要他变招持得一煞之间 剑尖从脑门直斥下去 立时便及毙命 然而是如此 头上也已重伤 血流满面 长剑插在他额头 不住地颤动 谢迅拔出长剑 撕下一筋裹住伤口 脑中一阵眩晕 自知受伤不亲 他狂信一发 从腰间拔出屠龙刀 急速舞动 护住了顶门 第三度跃上 张翠山举起大石 对准他不住头去 均被屠龙刀炸开 但见刀花煮雪 寒光闪闪 谢迅跃出深坑 直击过来 张翠山一步步退避 心中疑酸 想起今日和殷素素同时毙命 尽不能见一眼那未出世的孩儿 谢迅防他和殷素素从身旁欲出 欲出了雄洞便即追赶不上 当下右手宝刀 左手长剑 使动大开大合的招数 将两丈方圆之处尽数封住 料想张鹰二人再也无法逃走 目的里哗的一声 内洞中传出一响婴儿的哭声 谢迅大吃一惊 历时停步 只听那婴儿不住啼哭 张翠山和殷素素直到大难临头 仅一眼也不再去瞧谢迅 两对眼睛都凝视着出生的婴儿 那是个男孩儿 手足不住扭动 大声哭喊 张鹰二人知道 只要谢迅这一刀下来 夫妻脸连着婴儿便同时送命 二人一句话不说 目光尽不烧血 心中暗暗感激老天 终究让自己夫妇能在此生见到婴儿 能多看的一瞬 便是多讲一份福气 夫妻脸这时已心满意足 不再去想自己的命运 能保住婴儿不死 自是最好 但明知绝无可能 因此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转 只听着婴儿不住大声哭嚷 突然之间 谢迅良知激发 狂信瞪去 头脑清醒过来 想起自己全家被害之时 妻子刚正生了孩子不久 那婴儿终于也难逃敌人毒手 这几声婴儿的啼哭 使他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 夫妻的恩爱 敌人的凶残 无辜婴儿被敌人摔在地上 成为一团血肉模糊 自己苦心孤意 绝尽全力 还是无法报仇 虽然得了屠龙刀 刀中的秘密 却总是不能查明 他站着呆呆出神 一时温言欢笑 一时咬牙切齿 在这一瞬之前 三人都正面临生死关头 但自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 三个人突然都全神贯入于婴儿身上 谢迅呼问 是男孩还是女孩 张翠山道 是个男孩 谢迅道 很好 捡了脊带没有 张翠山道 要捡鸡带吗 啊 是 是的 是的 我倒忘了 谢迅倒转长剑 将剑柄递了过去 张翠山接过长剑 割动了婴儿的鸡带 这时方氏响起 谢迅已然迫近身边 可是他虽然并不动手 心中奇怪 回头望了他一眼 只见谢迅脸上充满关切之情 尽似要插手相助一般 伊素素声音微弱 道 让我来抱 张翠山抱起婴儿 送入他怀里 谢迅又道 你有没烧了热水 给婴儿洗一个澡 张翠山失声一笑 道 我真糊涂了 什么也没预备 这爸爸可没用之急 说着并要奔出去烧水 但只迈出一步 见谢迅铁塔一般巨大的身形 便在婴儿之前 心下磨得一领 谢迅却道 你陪着夫人孩子 我去烧水 将屠龙刀往腰间一插 便奔出洞去 经过深坑时轻轻纵身一跃 横跃而过 过了一阵 谢迅果真用桃盆端了一盆热水进来 张翠山便替婴儿洗澡 谢迅听着婴儿哭声哄跳 问道 孩儿 像妈妈呢 还是像爸爸 张翠山微笑道 还是像妈妈多些 不大肥 是张瓜子脸 谢迅叹了口气 低声道 但愿他长大之后 多福多寿 少受苦难 殷速速道 谢前辈 你说孩子的长相不好吗 谢迅道 谢迅道 不是的 只是孩子像你 那就太过俊美 只怕福泽不厚 将来成人后入世 或会多遭灾恶 张翠山笑道 前辈想得太远了 咱四人出身极北荒岛 这孩子自也是中老是乡 哪还有什么重入人世之事 殷速速急道 不 不 咱们可以不回去 这孩子难道也让他孤苦伶伶的 一辈子留在这岛上 几十年之后 我们三人都死了 谁来办他 他长大之后 如何娶妻生子 他自有灵寿父性 在天鹰教中耳濡目染 所见所闻皆是极尽残酷恶毒之事 因之向来行事狠辣 习以为常 自与张翠山结为夫妇 独步向善 这一日做了母亲 心中慈爱佩然而生 尽全心全意地为孩子打算起来 张翠山向他欺然望了一眼 伸手抚摸他头发 心道 这荒岛与中土相距万里 却如何能够回去 但不忍伤爱妻之心 此言并不出口 谢迅呼道 张夫人的话不错 咱们这一辈子算是完了 但如何能使这孩子老死荒岛 想不到半点人事的欢乐 张夫人 咱三人 中当穷智协力 使孩子得归中土 殷素素大喜 颤巍巍地站起身来 张翠山忙伸手相扶 惊道 素素 你干什么 快好好躺着 殷素素道 不 五哥 咱俩一起给谢前辈扣几个头 感谢他这番大恩大德 谢迅摇手道 不用不用 这孩子取了名字没有 张翠山道 还没有 前辈学问渊博 请给他取个名字吧 谢迅沉吟道 嗯 得取个好名字 让我要好好来想一个 殷素素忽然想起 难得这怪人如此喜爱这孩子 他若将孩儿视若即死 那么孩儿在这岛上就再不愁他加害了 纵然他狂信发作 也不致咒驾毒手 说道 谢前辈 我为这孩儿求你一件事 勿肯不要推却 谢迅道 什么 殷素素道 你收了这孩子做义子吧 让他长大了 对你像亲生父亲一般奉养 得你照料 这孩儿生也不会吃人家的亏的 五哥 你说好不好 张翠山明白妻子的苦心 说道 妙即妙即 谢前辈 请你不弃 服允我夫妇的求恳 谢迅欺然道 我自己的亲生孩子 给人一把摔死了 撑着血肉模糊的一团 你们瞧见了没有 张翠山和殷素素背望一眼 觉得他言语之中又有风意 但想起他的惨酷糟迹 不如在心中策然 谢迅又道 我那孩子如果不死 今年有十八岁了 我将一身武功传授于他 哼哼 他未必便记不上你们什么武当七侠 这几句话 凄凉之中带着几分狂傲 但自负之中又包含着无限寂寞伤心 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觉都油然而生毁心 倘若当日在冰山上不毁了他的双目 咱们四人再次荒岛隐居 无忧无虑 岂不是好 三人漠然伴赏 张翠山道 谢前辈 你收这孩儿作为义子 咱们叫他改宗姓谢 谢迅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色 说道 你肯让他信谢 我那个死去的孩子 名叫谢无忌 张翠山道 如果你喜欢 那么咱们这孩儿便叫做谢无忌 谢迅喜出望外 唯恐张翠山说过了后悔 说道 你们把亲生孩儿给了我 那么你们自己呢 张翠山道 哈尔 不论信张信谢 咱们一般地爱他 日后他孝顺双亲 敬爱义父 不分亲疏厚薄 岂非美事 素素 你说可好 殷素素唯一迟疑 说道 你说怎么便是怎么 孩子多一个人疼爱 终是便宜了他 谢迅一以道地 说道 这我可谢谢你们了 悔慕之恨 咱们一笔勾销 谢迅虽丧子而游子 将来谢无忌明扬天下 好叫世人得知 他父母是张翠山殷素素 他义父是金毛世王谢迅 因素素当时所以稍依犹疑 乃是想起真的谢无忌已死 给人摔成一团肉酱 自己的孩子鼎用这个名字 为免不及 然间谢迅如此大喜过狂 料想他对这孩儿必及疼爱 孩儿将来定可得到他许多好处 母亲爱子之心无微不至 只需与孩子有益 一切全肯其声 抱着孩子 说道 你要抱抱他吗 谢迅伸伸出双手 将孩子抱在臂中 不由得喜极而泣 双臂发颤 说道 你 你快抱回去 我这模样 别 别 别吓坏了他 其实 出生一天的婴儿懂得什么 但他这番书显示爱极了孩子 殷素素微笑道 只要你喜欢 便多抱一会儿 将来孩子长大了 你带着他到处玩儿吧 谢迅道 好记 好记 听着婴儿哭着急响 道 孩子饿了 你喂他吃奶吧 我 我到外面去 实则 他双目已盲 阴素素便荡着他 俘虏也没什么 但他发狂时粗暴一急 这时却文质彬彬 竟成了儒雅君子 张翠山道 谢前辈 谢迅道 不 咱们已成了一家人 再这样前辈后辈的 岂不生分 我这么说 咱三人所尽结义为京男兄弟 日后与孩子也好啊 张翠山道 你是前辈高人 我夫妇跟你身份相差太远 如何高攀得上 谢迅道 呸 你是学武之人 却也这般迂腐起来 五弟 五妹 你们叫我大哥不叫 殷素素笑道 我先叫你大哥 咱们是拜把子的兄妹 他若再叫你前辈 我也成了他的前辈了 张翠山道 即使如此 小弟为大哥之命侍从 殷素素道 咱们先就这么说定了 过几天等我起得深了 再来祭告天地 行拜义父 拜义兄之礼 谢迅哈哈大笑 说道 大丈夫一言祭出 终身不遇 又何必祭天拜地 这贼老天自己管不了自己的事 我谢迅最是恨他不过 说着阳长出动 只听着他在旷野上纵声大笑 显示开心至极 张英两人自从拾得他以来 从未见过他如此欢喜 自此三人全心全意地抚育孩子 谢迅少年时原是猎父 他号称鸡毛狮王 迅寿捕生之际天下无双 张翠山 祥述岛上多处地形 谢迅在他指引下走了一遍 遍及记住 自此捕鹿沙雄 便由谢迅一人承担 数年谈旨即过 三个人在岛上相安无事 那孩子百病不生 长得甚是壮健 三人中 道似谢迅对他最是疼爱 有时孩子太过顽皮 张翠山和殷素素要加则打 每次都是谢迅从中拦住 如此数次 孩子便视他作为靠山 逢到父母发怒 总是奔到义父处求救 张一二人往往摇头苦笑 说孩子给大哥宠坏了 到吴继四岁时 殷素素教他十字 五岁生日那天 张翠山道 大哥 孩子可以学武了 从今天起你来教 好不好 谢迅摇头 不成 我的武功太深 孩子无法领悟 还是你传他武当心法 等他到八岁时 我再来教他 教的两年 你们便可回去了 殷素素奇道 你说我们可以回去 回中途去 谢迅道 这几年 我日日流心岛上的风向水流 每年黑夜最长之时 总是刮北风 数十咒也不停 咱们可以扎个大木牌 装上风帆 顺着北风 不停向南 要是贼老天不来横加导弹 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途 殷素素道 我们 难道你不一起去吗 谢迅道 我瞎了双眼 回到中途做什么 殷素素道 你便不去 我们却绝不容你独自留着 孩子也不肯呢 没了异父 谁来疼他 谢迅叹道 我得能疼他十年 已经足够了 贼老天总是跟我捣乱 这孩子倘若陪我的时候太多 只怕贼老天迁怒于他 会有横祸加深 殷素素打了个含金 但想这是他随口说说的事 也没放在心上 张翠山传授孩子的事扎根基的内功 心想孩子年幼 只需健体强身便已足够 在这荒岛之上绝不会和谁人动手打架 谢迅虽说过难归中途的话 但他从此以后不再提起 看来也是一时信道之言 不能做准 到第八年上 谢迅果然要吴迹跟他学练武功 传授之时 他没叫张音二人旁观 他夫妇便遵依武陵中的言规 远远避开 对吴迹的武功尽敬 也不加考察 信得过谢迅所受 定是高明异常的绝绝 早上无事可忌 日月去一次流水 转眼又是一年有余 自无忌出世以后 谢迅心灵有了寄托 再也不去理会那屠龙宝刀 有一晚 张翠山偶尔失眠 半夜中出来散步 月光下只见谢迅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之上 手中却捧着那柄屠龙宝刀 正自低头沉刺 张翠山吃着一惊 但要避开 谢迅一听到他的脚步声 说道 五弟 这武陵至尊屠龙宝刀八个字 看来终是虚妄 张翠山走近身去 说道 武陵中荒诞之说甚多 大哥这等聪明才智 如何对这宝刀之说始终念念不忘 谢迅道 你有所不知 我曾听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剑大师说过此事 张翠山道 啊 空剑大师 听说他是少林派掌门人空文大师的师兄啊 他事事已久了 谢迅点头道 不错 空剑大师已经死了 是我咋死的 张翠山吃了一惊 心想江湖上有两句话说道 少林神僧见文致信 那是指当今少林派四位武功最高的和尚 空剑 空文 空智 空信四人而言 后来听说空剑大师得病逝世 想不到尽是谢迅打死的 谢迅叹叹了口气 说道 空剑这人固执得紧 他竟然只挨我打 始终不肯还手 我打了他一时三拳 终于将他打死了 张翠山更是骇然 心想 能挨得起大哥 一拳一脚而不死的 已是一等一的武学高手 这位少林神僧竟能连挨他十三拳 身子之间那是远胜铁石了 但这谢迅神色欺然 脸上颇有悔意 料想这事之中定是隐藏着一件极大的过节 他自于谢迅结役以来 八年中共处荒岛 情好迷睹 但他对这位义兄 尽重之中 总是带着三分巨异 生怕引得他一极昔日恨事 当下也不敢多问 却听谢迅说道 我生平心中轻浮之人 寥寥可数 尊师张真人 我虽九阳七名 但无缘时今 这位空剑大士 只是一位高僧 他武功上的灵气 虽不及他师弟空至空性 但依我之见 空至空性一定击不上他老人家 张翠山 以往听他畅论当世人物 大都不值一审 能得他骂上这句 已算得上是第一流的人物 要他赞上一字 真是难上加难 想不到他提及空剑大士时 竟然如此轻驰 不仅颇感意外 说道 将是他老人家隐居清修 少在江湖上走动 是以武学上的造语少有人知 谢迅仰头向天呆呆出神 自言自语地道 可惜可惜 这样一位武林中盖世骑士 竟给我一十三拳活活地打死了 他武功虽高 事事余的厉害 倘若当时他还手跟我放对 我谢迅焉能活到今日 张翠山道 难道这位高僧的武功修为 竟比大哥还要深扣吗 谢迅道 我怎能跟他相比 差得远了 差得远了 简直是天差地远 他说这句话时 脸上神情的语气之中 充满了不禁敬仰钦佩之心 张翠山大齐 心中微有不信 自存恩师张三丰的武学举世所含有 但和谢迅相较 恐怕也只能胜他半仇 倘若空间大师当真高出谢迅甚多 说得上天差地远 岂不是将自己恩师也比下去了 但素知谢迅的名字中 虽有一个迅子 性子却极是居傲 倘若那人的武功不是真的强盛于他 他也绝体不肯服输 谢迅似时猜中了他的心意 说道 你不信吗 好 你去叫吴继出来 我说一个故事给他听 张翠山心想 三更半夜的 吴继早已睡熟 去叫醒他听故事 对孩子实无益处 但即使大哥有命 却也不变为傲 于是 回到熊董 叫醒了儿子 吴继听说义父要讲故事 大声叫好 当时将音速速也吵醒了 三人一起出来 坐在谢迅身旁 谢迅道 孩子 不久 你就要回归中途 吴继其道 什么回归中途 谢迅将手挥了挥 叫他别打断自己的话头 去道 要是咱们的大木牌在海中沉了 或是飘得无踪无影 那也罢了一切休提 但若真的能回中途 我跟你说 世上人心险恶 谁都不要相信 除了父母之外 谁都会存着害你的心思 就可惜 年轻时 没人跟我说这番话 唉 便是说了 当时我也不会相信 我在十岁那一年 因意外机缘 败在一个武功极高之人的门下学艺 我师父见我资质不差 对我亲眼有加 将他的决意倾囊已受 我师徒倾若父子 五弟 当时我对我师父的敬爱仰慕 大概跟你对尊师没差分好 我在二十三岁那年 离开世门 远赴西域 结交了一群大有来历的朋友 蒙他们瞧得起我 当我兄弟相待 五妹 灵尊白眉英王 就在那时跟我结交的 后来 我娶妻生子 一家子隆隆谢谢过得极是快活 在我二十八岁那年上 我师父到我家来盘元数日 我自是高兴得不得了 全家结成款贷 我师父空闲下来 又指点我的功夫 哪知 这位武林中的成名高手 竟是人面受信 在七月十五日那日久后 忽对我妻施行强暴 张翠山和殷素素同时啊的一声 师坚图七之事 武林之中从所未闻 那可是天人共奋的大恶事 谢逊序道 我妻子大声呼救 我父亲闻声闯入房中 我师父见事情败露 一拳将我父亲打死了 跟着又打死的我母亲 将我 扶满周岁的儿子谢无忌 无忌听他提到自己名字 祈祷 谢无忌 张翠山撤道 别多口 听义父说话 谢逊道 谢逊道 是的 我那亲生孩儿跟你名字一样 也叫谢无忌 我师父抓起了他 将他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团 无忌忍不住又问 谢逊序道 说道 不能活了 不能活了 殷素素向儿子摇了摇手 叫他不可再问 谢逊序道 谢逊出神伴赏 猜到 那时 我瞧见这等情景 吓了呆了 心中一片迷惘 不知如何对付我这位生平最尽爱的恩师 突然间 他一拳打向我的胸口 我糊里糊涂的也没想到抵挡 就此晕死过去 待在心断时 我师父早已不知去向 但却满屋都是死人 我父母妻儿 弟妹异谱 全家衣食三口 尽数必于他的全家 像是 他以为一拳已将我打死 没有在下毒手 我大病一场之后 苦练武功 三年后 找我师父报仇 但我跟他武功 实在相差太远 所谓报仇 突然自取其辱 可是 这一世三条人命的血仇 如何能辨此罢休 于是我便放明世 废情忘事的用功 这番苦功 总算也有着落 五年之间 我自觉功夫大尽 又去找我师父 哪知 我功夫强了 他仍是比我强得很多 第二次报仇 还是落得个重伤下场 我养好伤不久 便得了一本七伤拳全谱 这路拳法 威力实非寻常 于是 我潜心专练七伤拳的内进 两年后 拳绩大成 自存一刻和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比肩 我师父若非另有其余 绝不能再是我敌手 不料第三次上门之时 我已找不到他的所在 我在江湖上到处打听 始终访查不到 像是他为了避祸 引击雨 穷乡避壤 大地茫茫 却到何处去寻 我激愤之下 便到处作案 杀人放过 无所不为 每做一件案子 便在墙上留下了我师父的姓名 张翠山和殷素素一起啊的一声 谢迅道 你们知道我师父是谁了吧 殷素素点点头道 嗯 你是魂元霹雳手成坤的弟子 原来 两年多前 武林中突生轩然大波 自辽东已至岭南 半年之间接连发生了三十余叫大案 许多成名豪杰 突然不明不白地被杀 而凶手必定留下魂元霹雳手成坤的名字 被害之人不是异派的掌门 便是交由既往的老英雄 每一件案子都千年人数甚重 只要这样一件案子 武林中便到处轰传 何况接连三十余见 当时武当七侠曾奉石岭下山查询 竟不责半点头绪 众人君致这是有人故意嫁祸于成坤 这魂元霹雳手成坤武功甚高 向来劫身自爱 声名甚家 被害者又有好几个是他的知交好友 这些案子绝技非他所为 但要查知凶手是谁 自非着落在他身上不可 可是他忽然无影无踪 音讯耀然 纷扰多时 三十余见大案也只有不了了之 虽然想报处血恨的人成百成千 可是不知凶手是谁 人人都是屠乎乎乎 若非 谢迅今日自己吐露真相 张岁山怎猜得到其中的原委 谢迅道 我冒成坤之名作案 只要逼他挺身而出 便算他始终归缩 武林中千百人到处查询 总比我一人之力强得多啊 音速速道 此技不错 只不过这许多人无辜伤在你手下 在殷世间也是糊涂鬼 未免可怜 谢迅道 难道我父母妻儿跟成坤害死 便不是无辜吗 便不可怜吗 我看你从前倒也爽快 嫁了五弟九年 却觉得这般婆婆妈妈起来 音速速向丈夫忘了一眼 微微一笑 说道 大哥 这些案子疏然而起 疏然而止 后来你终于找到了成坤吗 谢迅道 没找到 没找到 后来我在洛阳 见到了宋远桥 张翠山大吃一惊 道 我大师哥 宋远桥 谢迅道 不错 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 我做下这许多大案 江湖上早已闹了天翻地覆 但我师父浑原霹雳手成坤 无忌道 义父 他这样坏 你还叫他师父 谢迅苦笑道 我从小叫惯了 再说 我的一大半武功总是他传授的 他虽然是个大坏蛋 我也不是好人 说不定我 为非作歹也都是他教的 好也是他教 歹也是他教 我还是叫他师父 张翠山心讲 大哥一生遭遇惨酷 奋饥之余 行事不分是非 无忌听着这些话记在心中 于他日后历生大事有害 过几天可得好好跟他解说明白 谢迅叙道 我见师父如此忍得 居然仍不落面 心想飞坐一件津天洞地的大案 不足以击逼他出来 方今武林之中以少林武当两派为尊 看来需得杀了一名少林派或是武当派中第一流的人物方能见效 那一日 我在洛阳清虚关外的牧丹园中 见到宋远桥出手 惩戒一名恶霸 武功很是了得 决一当晚便去将他杀了 张翠山听到这里 不原地力然而聚 他明知大师哥并未为谢迅所害 但想起当时情势的凶险 仍是不免罪罪 谢迅的武功高出大师哥甚多 何况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若是当真下手 大师哥绝无幸免 阴祖祖也知宋远桥未死 说道 大哥 想是你 突然不忍加害无辜 要是你当真杀了宋大侠 咱们这位张武侠早已跟你拼了命 再也不会成为结义兄弟了 谢迅哼了一声 道 那有什么忍不忍的 若在今日 我乔在武帝面上 自不会去跟我当派为难 可是那时 我又不识得武帝 别说是宋远桥 便是武帝自己 只要给我见到了 还不是杀了再说 吴祭祈祷 一父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爹 谢迅微笑道 我是说个比方啊 并不是真的要杀你爹爹 吴祭道 哦 原来是这样 这才放心了 谢迅抚着他小头上的头发 说道 贼老天 虽有猪般不好 总算没让我杀了宋远桥 否则我愧对你爹爹 也不能再跟他结义为兄弟了 停了片刻 去道 这天晚上 我吃过晚饭 在客殿中打坐养神 我心知宋远桥即是武当七侠之首 武功上自有过人之处 假若一击不中 给他逃了 或者只打得他不重伤而不死 那么我的心藏必至泄漏 要逼出我师父的计谋尽数落空 而且普天下豪杰 将我群起而攻 我谢迅便有三头六臂 也是无法对敌啊 我一死不打紧 这场血海仇怨 可从此无由地报了 张翠山问道 你跟我大哥 这场比武 后来如何了解 大师哥始终没跟我们说这件事 倒是奇怪 谢迅道 宋远桥压根儿就不知道 恐怕他连金毛世王谢迅这六个字 也从来没听见过 因为我后来没去找他 张翠山叹了口气 说道 谢天谢地 音速速笑道 谢什么贼老天贼老弟 谢一谢眼前这个谢大侠才是真的 张翠山和吴迹都笑了起来 第七回完 将来追求 佛儷 tech 十雅 一 打